美雨持续滞流 西南气流往东北扩展 蚝雨向北移动 99W朝向东北,接近高雄地区 6月14日因西南气流逐渐往东北移动 南部降雨情况稍稍减弱 热对流可能导致局部强烈降雨 蚝大雨已经北上来到中台湾 局部大雨或蚝雨 彰化,云林至嘉义 化连地区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请注意累积 受制流封面加强的西南气风 使南部雨量增多 北部与东北部地区也开始受影响 可能造成短暂强烈降雨 在北纬22度 东京118度 高雄西南方150公里的热带扰动99W 中心气压1000百帕 每秒10公尺 风力5级 半入西南雷雨包中 北移台湾东南方海面 受太平洋高压增强 西南季风气流逐渐北转的低压带 强烈对流所产生的豪大雨 强震风也将短暂性发生 山区容易摊坊及落石 地湾地区也需加强防范积水成灾 收入最终的 低桥